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盘面上被动元件族群似乎出现了上冲下洗的走势 包括了国具收盘都是开高走低的表现 另外来看到光学族群也是大喜三温暖的郁金光 在今天是留了长长的上影线 而废半昨天是大涨超过四个百分点 创下了近三年最大的涨幅 带动的是台湾的记忆体族群 今天是反扑气盛 旺宏是攻上了涨停板的价位 而今天的盘是如何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品封大中华投顾的蔡丰盛分析师 曾伟好 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连前文总顾问 各位投授们大家好 好盘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各位这个礼拜是不是很关键 这个礼拜也是蔡老师原先一言新邦两点的节目移动 往前移到一点半的关键一个礼拜 有没有陪伴着各位享受这个反弹的行情 各位你心中应该已经知道 唯有专业才能够把握这所有的转折行情 各位 包括我跟你讲的 除了盘中12.15 你要收看蔡老师的一个连线之外 你现阶段收看的这个一言新邦 我会跟你解未来 还有在产业面方面 我下礼拜二的主轴 我也准备好了 第16次上五期金钱报 蔡老师每一次的东西 我希望都能够陪伴着投资朋友 你不停的成长 然后不停的趋吉 不停的避凶 各位 有时候避凶还比趋吉重要 各位 你除了要面对这个行情 一个折磨之外 行情在送你钱 你也不要缺席了 各位 绝对不是像其他同业讲的那么容易 你赶快去买 你如果高档套牢到现阶段 你难道不是在等解套吗 你哪有钱买 你只有跟随我们一样 在高档已经全部出清之后 你在低档你才能买进 甚至于说在中间还能够积极的一个什么 一个放空操作 这蔡老师也跟你讲了一清二楚 各位 蔡老师所有的一个动作 在品封大中华 在生活圈 都可以陪伴着你 包括所有的一个什么 一个节目 我都会放在生活圈这边 让你公开的一个什么 一个评断 我不会放弃散户 你真正能够摆脱这个输钱的一个什么 一个宿命的一个机会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把握 行情你也不要去期待好跟不好 所有的行情多跟空蔡老师都会提早告诉你 包括 这个礼拜二十月三十一号我跟你讲的东西 各位从美股的财报 沙盘推演产业的变动 各位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美股的一个率先的一个什么 一个智林晶片 各位 他那个股价为什么能够创新高 美股才在反弹 各位 你一定要有国际观的老师来带领你 今天礼拜五 各位 你是不是应该卖股票卖得很高兴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说老师 尾盘大盘拉涨了61点 各位这已经不重要了 来到月线 从9400点来到9900点 各位你应该要好好把握这500点的行情 下礼拜赶快再来找新的股票去做买进 这礼拜今天开开心心的过周末 各位 尤其你在六日有时间的赶快把蔡老师跟你讲的这15级赶快消化一下 如果你还没加入蔡老师品封大中华生活圈的投资大众 赶快补课一下 把所有应该具备的专业面的尝试 透过蔡老师这完整的15级都在五七金钱报跟你讲的东西 各位对不对 包括半导体包括什么瓶盖所有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什么一个产业面的变动 还有什么还有个股你都把它记起来 不是好的股票蔡老师不会推荐 产业面一定要研究 不是说大盘好你随便去瞎着摸象去买股票不对 就如同我昨天跟你讲什么来 6274的台药 都买在开盘了 几乎拉到涨停 各位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6274的台药 各位而且10月23号我也提前跟你说 各位今天的台药再创新高938 各位蔡老师有没有站在散户的角度帮你做思考 我绝对不会带领你去追高杀低 为什么因为产业面研究就是这样 不要说今天大盘跌或者个股跌 你就觉得产业面没有价值 各位你通通搞错了 10月23号我领先这个全市场跟你讲6274的台药 包括所有的一个层面当天大盘 各位你看清楚 这绝对不是蔡老师美工厉害到可以作假吧 跌165点我跟你推荐台药 你觉得蔡老师头壳是不是坏掉 各位事实证明我头壳没坏掉 反而是你们不晓得真正好的个股 应该在大跌的时候买 各位当天的台药是不是大跌 前一天还创新低719 结果蔡老师10月23号盘中连线 竟然跟你讲台药 昨天台药还没涨之前 我们竟然能够在盘前挂架 都成交855 结果拉到927 今天的台药竟然能够来到多少 大盘还在震荡 938 这不是专业什么是专业 你再回到之前大盘一直在跌 各位不要说现阶段盘涨500点 好像又不当一回事 好像又觉得乐观到 每天买股票都会赚钱 各位又犯了兵家大忌 全球63%的股票进入熊市 各位对不对 那你去买37%的股票不就好了 就是这样 你今天看报纸讲这个判不好 一定要大跌 那你就完蛋了 这个时候应该是减便宜的时候 挑好股票的时候 看到大盘大好想说 这多乐观 被动元件 你看这涨价概念股 12001300 人家喊到1600 从1300跌到300块 是不是报纸在害你 我不知道 但是我报纸我都反着看 我甚至于也不看 蔡老师带领的团队 我们都研究产业面的 报纸的东西都是在落后 跟你做解释的 我们不看那些落后报 我们是创造明日报的 各位 6176的瑞宇 在大盘大跌当中 我是不是领先跟你讲 你来公开印证 6176的瑞宇 所有的东西 包括财报 我都事先跟你讲 这就是有研究团队的一个什么 一个优势 你要不要有蔡老师 这样的研究团队 帮你忙 各位 蔡老师不是在跟你讲 技术面的 现阶段市场 有一档连续10天跌停板 你用RS 你用KD 你用MACD 大概都打到0 听说20%以下技术面 适合买 你去买吧 你当国家对吗 你去买就跌停跌停跌停 你还要用技术面 做股票吗 我不清楚 也许你有你的一个什么 一个喜好 但是蔡老师 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宏观一点 要全面一点 各位知道吗 6176的一个瑞宇 为什么我们能够买 为什么我要在电视上跟你介绍 为什么他能够逆势的一个上扬 各位 我们就是有非常清楚 而且领先业界 领先报纸 所有的杂志 一线的一个什么 一个专业的研究的成果 对不对 iPad跟MacBook 瑞宇报纸爆出来了 各位对不对 台股最强 我们要的是这种法人股 我们不做主力股的 你今天明明知道股票是由大家用钱拱出来的一个股价 那我问你你今天找一个其他的朋友来买股票 那股票做上去了谁要先卖 你就怀疑你的朋友 甚至于把二三十年的交情好像在鞋子底下把它践踏一样 为什么因为人性 好的时候大家能够一起好吗 各位不见得 有时候能够同甘苦 有时候不能够共患难 有时候能够共患难 有时候不能同甘苦 所以都是人性在作祟 那今天我们竟然能够领先全市场去研究法人未来会买的股票 蔡老师带领全球的学员朋友我们率先卡位 然后呢让法人去推嘛 我们再卖给法人 我们进我们出 各位啊这不就得了吗 我们都不会去害到你 也不会去害到散户 主力在讲什么更是不屑一顾 全市场只有要买主力股才会赚钱 各位 十支跌停板 你今天你一千万变多少钱 你自己去算 不是往上变是往下变 有的还叫你融资换成现股跟他熬 各位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解释 我知道业界太多同业都去买这一档股票 造成散户 现在都来蔡老师这边报告 我不要相信我的老师 这些主力股他看不出来吗 每天拉两三块结果一跌就跌十支跌停 各位啊 所以蔡老师不给你推荐啊 这些主力股因为那是害人的嘛 主力买了一万张两万张就是要出给散户嘛 蔡老师要去算的是法人要买一万张两万张 然后我们事先买几千张 对不对 让法人买上去之后我们再倒给法人我们就出来 就像今天礼拜五一样卖股票的好日子 舒舒服服 外面再下毛毛细雨或者戚风苦雨跟我们没有关系 好好的喝一杯下午茶喝一杯下午的咖啡 开开心心 下礼拜一再跟蔡老师进场啊 来做一个布局再来赚钱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就是做股票的一个乐趣嘛 这也就是散户你原先想要赚钱的什么一个微笑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你看一下蔡老师所有的东西 包括跟你讲同心店 一样新高 跟你讲PayPal行动的一个支付 连这么冷门的股票2436我们都能够找得到 而且绝对踏实法人一定买 行动支付完全命中 各位对不对 甚至于说我说贝城半导底在涨涨什么股票 涨什么各位NVIDIA NVIDIA 那你看到NVIDIA在涨你想到什么 当然去买维辛科嘛 我有没有在电视上这样跟你讲 如果维辛科涨一天蔡老师就不做老师了 代表我在害你嘛 我今天为了人家 所谓的一个主力或者是公司要出货 我去讲一天 让你去买 蔡老师内心 一定是受不了这种谴责 我干脆就不要做就好 但是事实如此吗 不是事实就是看到NVIDIA天天涨 然后维辛科也天天涨 各位NVIDIA昨天是不是一样又大涨 涨了几%3.45 NVIDIA 各位对不对 然后我跟你讲的维辛科绝地大反攻 有64块 各位是不是一路涨 各位是不是一路涨 今天来到742 你如果说维辛科都不敢买 那你也太五路了 维辛科这么多认真 付出的这些工作人员跟公司派 是不是好股票我不知道 就像我告诉你 你看到美股 你看到Intel在涨 各位Intel在涨 你想到什么 想到跟Intel相关的什么 TAP-C的概念股 加折会涨3533 我会跟你讲 这个股票你还不敢买 那你有什么好买的 产业面营收 所以说蔡老师每天都研究 所以说我在这边 不会给你推荐那些阿猫阿狗 或者主力要坑杀你的股票 这蔡老师不允许 蔡老师公司 蔡老师独自经营了15年 所以说蔡老师很重视的一个商欲 我都一直坚持着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你说 你看看加折是不是创新高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直觉的反应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这个市场很不公平 包括今天大盘涨61点又怎样 那万一今晚苹果 带动美国股市大跌 那怎么办 不公平的市场 你要不要用专业当你的靠山 好好的想清楚 一切都要让专业的来 各位要赚钱真的很容易 枪在手跟我走 钱在你的手 跟着蔡老师布局 不困难 蔡老师都是有买有卖 看到获利 那是由专业换来的 一点都不轻松 但是蔡老师很高兴的 能够帮你赚到钱 有任何难题的 赶快跟蔡老师做联系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曾伟 更多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心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感谢曾伟 各位昨天啊 全市场晚上11点出现一个劲爆的消息 各位不是说你想要去买宵夜 那个宵夜做的很好吃 而是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 各位晚上11点 各位蔡老师两天前跟你讲一句话 叫做杜敬洁破兄弟债 相逢一笑闽恩仇 各位说美貌一战 希望这样把它落幕下 这个各位好不好 不然要打两年打20年怎么办 各位啊 都才半年而已啊 股市就惹暗迷迷茂嘛 散户头边有都叫苦连天啊 全球的个股63%跑进去熊市啊 各位啊 都变趴趴熊啊 那怎么办啊 各位希望是这样的结局 各位 但是我也告诉你 所有的动作 蔡老师都会提前跟你讲 你只要每天仔细的盯住蔡老师的节目 想要赚大钱 跟在蔡老师的旁边 蔡老师专业团队 给你的讯息够用了 各位 道琼连三宏 这个都已经跟你讲过了 为什么外资敢买 我跟你讲 第一天的时候 我说你不要看错方向 尤其那些看空的都搞不清楚 我说这个是小确幸会变大幸福 为什么外资会连续买超两天之后 第三天买超90亿 因为美股要大反弹 我当时候是不是这样跟你讲 而且美股的率先创新高的股票就自领嘛 我都已经跟你讲过了嘛 这IC设计的嘛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道琼连三宏 Standberg500连三宏 各位对不对 Nestate一样连三宏 费城一样强谈 各位对不对 那台湾股市呢 来 9400反弹来到季线 小确幸变大幸福 这是昨天 各位对不对 今天呢 真来到季线 各位今天是不是来到季线 收盘涨619906 季线在多少 9905到9903这左右 但是一天占月线 不是指标啦 一天要三天 我已经跟你讲过爱三宏了 所以说月线是不是好卖点 我认为是好卖点 那周末很愉快 你看这一波你跟在蔡老师旁边 包括我们的一个选股啊 从啊 瑞玉 大盘大跌 瑞玉能够逆势创新高 然后呢 同心店 伟权店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街棒演出的什么 加折 维新科 跟昨天的一个什么 一个台药 不就是可以赚钱很轻松吗 而且多空灵活操作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一个 业界的同业啊 回补在最高点 各位对不对 而且今天有时候才去追股票 选前22天啊 今天追股票对吗 我不知道耶 反正蔡老师一切都以啊 帮啊 学员朋友赚钱啊 为中心 其他东西我觉得啊 一点都不重要 我就是想要帮我的 全球的学员朋友 赶快赚大钱 各位对不对 救星在哪里 就是库长股 我也跟你讲两天了 从10月30号 今天11月2号 A股也是 所以说台湾股市 先率先实施的是什么 不要去讲国具 那没意思啊 国具啊 1100啊 实施库长股 落了300块 难看死的是 环球金开始第一枪 各位对不对 那环球金开始第一枪 我也跟你讲 它的一个基本面 人家外资的一个看法 是看殖利率 以现阶段的股价 包括今年EPS配息八成 全市场配息最差的就红海 所以我跟你讲说 大家对红海的包容度太高了 红海连股力发放力都那么低 我也摇头了 各位对不对 所以我在那边跟各位说 环球金就是这样看的 今天最高来到294 那我昨天也跟你讲 摩拉塔春田获利创新高 所以你从国具跟和申堂 你可以隐约的看出来 它的获利虽然没有想象中预期好 但是毛利率坚守住 但是今天又出现一个消息 各位这个消息 就是我跟你讲的 你又落实了 我跟你讲 要买被动员 就要买哪一档 买华兴科 各位你看看公司派 也没有挺蔡丰盛 来 华兴科宣布实施库长股 买1000张 买1000张 今天看一看2492的华兴科 怎么做动作 震荡又怎样 蔡老师在盘中连线的时候 也跟平均讲 就看华兴科 有没有所涨停 各位你看一下 连续三天涨停板 2492的华兴科 你说今天啪啪雄的是什么 国具 你看国具怎么跟华兴科比 来你再看看2327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 江波分析 还攀到盘下 还被做短空的赚一笔 这公司派可能也会深感耻辱吧 不就是这样吗 那也白白华兴科 跟国具 会让两样勤 各位 三根呢 国具 也努力一下嘛 大家加加油 那大盘 这个礼拜的一个关键在哪里 法说会截然不同 所以我跟你讲说 你看哪一档 看穆德 3563的穆德 连续拉四天 那穆德这一档个股 为什么我要跟你讲 你看喔 法说会之后 18年 今年是赚32.67 明年赚40块 现在这个扣府 检测的设备 是明年的一个亮点 而且订单已经到了 2010年年初 2019年初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听说还有啊 业界的同业啊 去放空在低点 今天的话 补在最高点 补在最高点 一下子又赔了四成 龙卷赔四成也不容易 也算是奇葩啦 各位 跟你买进股票 跌十根 一样的意味 那如果你两者俱备的话 那你简直是奇葩中的奇葩 各位对不对 就像我告诉你的 蔡老师为什么节目 跟人家不一样 我10月9号跟你讲什么 iPad MacBook 收费的个股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 各位这完整的内容 都在蔡老师的一个什么 品封大中华生活圈里面 我跟你讲的东西 你看4966的普瑞 当时最低点跌停板 因为那时候的主持人 Kevin就跟我讲 这阿神每次都义高人胆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多介绍跌停板的股票 各位 我又不是跟其他同业一样 都给你介绍高高的 让你去套牢 一架子就赔十支跌停板了 各位 我跌停的时候 我跟你讲普瑞 为什么你要注意 因为所有的讯号 我都有研究 今年赚24块 明年赚33块 各位 普瑞 今天新高 你不用跟蔡老师变真跟假 因为蔡老师绝对都揭开 都让全国的投资大众来接受公平 一切都在品封大中华 赖生活圈 完整的15级 下礼拜二 会是蔡老师录制的第16级 第16级讲什么东西 蔡老师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看我就是这么的敬业 我希望散户投资朋友 跟蔡老师接触 看蔡老师的节目 就是能够 真正能赚到钱 重现散户获利的一个微笑 不要再悲情下去了 让蔡老师推你一把 TPK为什么要留意 各位来了 各位来了不是说涨 而是问题来了 各位 TPK成宏 10R LCD外挂式 但是没有3D touch 所以获利往下摔 2.07变0.74 还有10S AOMOLED也取消了3D touch 少了单价15到20块美元 另外iPad被欧飞光抢单 还有银奈米的商机 20年后才发酵 各位 2019年EPS仅估1.82元 我甚至于告诉你一个 比较惨的欠现况 国内有一个法人 把他调单 明年2019年 竟然是赔钱的EPS 所以你看到今天大盘在涨 他都不太会涨 各位 族群性GIS做贴合的 一样很弱 搞不好大盘在反弹 在回升 这些族群都还在破底 蔡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好告诉你 因为蔡老师希望你能够利用我的资源 纵使你没有跟在我旁边 你也不要去犯错 想说随便买股票都会涨 因为这些个股产业面发生的变化 你要避开 避开产业由盛转衰的个股 就像我跟你讲 面板面板面板报价再跌 友达 各位对不对 群创 各位对不对 明年群创只剩下成长3% 友达买拉18.2% 所以我跟你讲说京东方 各位 今年前三季竟然大赔了47% 获利腰斩 你看看今天的一个盘式 3481的一个群创 跟2409的一个友达 多么的一个惨烈 大盘在长 他不会长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群创 昨天友达外资卖了将近3万张 我讲的东西 我就是用法人的思维 提供给全国的投资大众来做分享 我也希望各位好好加油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奇迹无时无刻都在发生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蔡老师的专业为了你而来 枪在手跟我走 钱在你的手 跟着蔡老师来布局 好好的把握所有赚钱的好机会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下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